謝謝老闆 熱騰騰米飯鋪平後包入餡料 台式早餐不少人愛吃傳統飯糰 裡頭包的料每家店都不一樣 一般常見有油條蛋肉松跟菜脯 再加酸菜 好幾種配料各有人愛 第一名是辣菜脯 然後第二名是肉松 然後第三名是乳蛋 那我覺得早上有蛋白質的話 可以一整天撐比較久 所以我會喜歡蛋 然後它又可以彌補那個飯糰太多飯 有點太油膩 就是蛋比較清爽 有人說一口咬下酥脆的油條 是飯糰的靈魂 也有人說肉松跟菜脯 這種傳統的料最讚 一定要包海苔吃起來的感覺才對 具有網路社群統計 飯糰配料的排名 油條穩坐冠軍寶座 肉松緊追在後 第三名是海苔香腸第四名 起司第五名 菜脯酸菜鹹蛋也有上榜 飯糰一切開 裡頭的糖心蛋 緩緩流出來 不同於傳統的煎蛋和滷蛋 加入費工的糖心蛋 獨特口感也有不少人喜歡 這個蛋黃 就是有一種 就是沒有很熟那種感覺 就是要怎麼講 就很好吃就可以了 飯糰包的配料直接影響整體口感 像是酸菜可以解膩 加入香腸吃起來更有飽足感 也有人覺得加肉松會太乾 台式飯糰配料多變 口味怎麼搭 全看個人習慣 三立新聞新聞 相關水里台報導 好